欢迎收看财经recam,我是庞白思 希望大家给个赞,看完影片多多支持 也欢迎广告商找我们 9月10日,是手机界的大日子 因为两大高手都是同日搞发布会硬核 他们分别就是美利坚的Apple 与炎王子孙华为 先看看这个苹果发布会 大家最关注的一定是iPhone 16 它将会采用A18处理器给上代快30% 今年一共出五颗色 黑、白、绿、蓝和粉红 16和16Plus分别是6.1吋和6.7吋 搭载4800万像素广角主镜头 和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 提供两倍无损变焦 支援拍四机片 最大改变就是加入了Camera Control这个按钮 主要用来拍照拍片 例如小力按就会开相机 大力按就会拍片 按半粒就会对焦 左右数就是zoom in 和zoom out 配合visual intelligence 就可以找到镜头对着物件的资讯 好像想知间餐厅什么料 一按就知 甚至可以订阅桌 又例如你看到活动想参加 只要对着 poster一按就可以看到详情 又可以查一下旁边的狗狗什么品种 也可以一按就用google search 或者用chat GPT分析你拍照的东西 至于Pro机会分6.3吋和Pro Max 6.9吋 分别会有四颗色的就是黑色 白色 钛金属原色 和新的沙漠色 但相信大家都会用个case遮住的了 Pro那粒晶片就会用到第二代3nm制程的A18 Pro 比上代Pro机快15% 耗电少20% 最大不同相信是拍摄能力 用上新一代4合1感应CMOS 快门更快 和升级到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拍片方面就会拍到4K 120fps的慢动作 收音方面也有升级 部机一共有4支麦 也支援新推出的Audio Mix功能 提供不同收音、混音的选择 价钱方面iPhone 16就由6,899元起 16Plus就由7,699元起 16Pro就由8,599元起 16Pro Max就1,0199元起 星期五起接受预订9月20日正式开卖 至于Apple Intelligence何时用得呢 他们就说10月将会率先推出美国英文版 12月就会加入澳洲、加拿大、纽西兰、 南非、英国的在地英文版 明年才会新增支援中文、法文、日文和西班牙文 市场对今次的新iPhone又有什么反应呢? 先看看股价 全日都是220元位徘徊 收市只是微升0.04% 而华尔街分析师都有些失望 多个分析师都认为新iPhone未有经验之处 CFRA Research分析师就认为 添曲对高阶机定价未变 AI亦都有限 觉得大失所望 Evercore ISI分析师都说 新iPhone的新功能发挥有限 而彭博专栏作家Mark Gurman都分析 换iPhone的超级周期不太可能在今年发生 因为Apple Intelligence功能未成熟 中国手机市场仍然疲弱 iPhone 16和iPhone 15的样子又差不多 都刺激不到人们换机 他反而期待iPhone 17 但在17出之前 苹果就要面对强大的惊敌 就是华为全球首部三接电话 华为May XT非凡大师 广告除了找来让觅 还出动了刘德华 新有三千大世界做好一个平常人 部机都未正式公布 未知卖多钱 华为商城已经有近400万人登记预订了 大陆二手平台更加开始炒 炒价更加去到五万人仔 有分析甚至认为 部机有机会炒上十万元 那那个 spec是怎样呢 三接开了 萤幕有10.2吋 厚度3.6mm 号称萤幕是全球最大最薄的接机 加上全球首创双轨动 同一块屏幕向外接又得 向内接亦得 三块厚1.9mm的电池 有5600mAh 整部机就重298g 拍照方面 五千万像素的主镜头 最大光圈是1.4 加上5.5倍光学变焦 听起来硬件便是遥遥领先 至于AI方面 都是翻译 扩大照片 整篇文明显出重点 和之前的华为旗舰级电话 有卫星电话 那部机是用什么晶片 sorry便没说到 有人猜是用了自家的麒麟9系列晶片 售价方面 由19,999元 到23,999元人民币 成为华为最贵的电话 和iPhone一样都是9月20日开卖 真是顶到行一行 只不过这部机 是不是真的 可以和iPhone差一日之长短 有几点都值得留意 首先就是硬件方面 苹果用到3nm制程的A18 和A18 Pro晶片 至于华为就没说到 根据麒麟9系列晶片 是7nm制程 速度上就可能差点 除非做晶片的中心国际技术 又再有突破 而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今次部机做到3.6mm 那么薄 屏幕究竟耐不耐接呢? 软件方面 用开iOS的 通常都比较少转会在Android 加上比较完两边的发布会 Apple在AI内容上 方面又真的比较丰富 华为这部接机 用鸿蒙系统 或者会吸引到 既用接机 又用Android的人转会 所以与其说 这部是iPhone杀手 对手可能更加像是 Samsung Galaxy Z Fold6 今次的影片就到此 大家会选iPhone16 还是华为May XT非凡大师? 欢迎留言说 如何选和为什么 喜欢影片 就记得给like和订阅 星期四财经recap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